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有几点值得跟大家说的 那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木栏底板呢 它是全系标配了整个的外观跟内饰 你可以自由地去选择搭配 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它全系标配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 那具体有哪像呢 我们在屏幕上也给大家打开可以仔细地去看一眼 那第三个你现在买这个车 它现在全系去赠送你这个原厂的充电装 所以整个从使用车的用车成本上啊 包括使用车的这种充电的方便情况上 我觉得也要是更好一些的 那说完这几点啊 简单的再回顾一下外观啊 整个看起来美毛确实是非常的复古 非常的圆润啊 整个前脸包括这种LED的这个大灯啊 也是没有做特别大的改变 还是这种圆圆的处理 那侧面啊 带大家看一下 其实整个侧面呢 它是没有非常明显的那种腰线的设计 所以你从侧面看上去 它就是那种圆滚滚的 类似有一点婴儿肥的那种感觉 包括这个轮胎啊 轮胎呢 这个轮胎配备了是18英寸的这个大小 所以轮胎加上整个侧面 整个设计风格看起来一点都不违和 那尾部呢 就是看起来跟前脸足够的呼应啊 再看一下它的后备箱 其实它这个后备箱呢 确实不大 但是针对这款车的定位 你说一个姑娘开车能有多少东西 比如说我开 其实放点包啊 或者放点随身的带的这种用品 其实完全是够用的 就比较符合它这个台车的定位啊 说完这个尾部 再去看一眼它的内饰 那虽然外观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但进到内饰啊 你一眼看到就是这种 这种座椅上刺绣的处理 包括中央扶手箱 这里有一个小猫爪的刺绣 这个如果说那种特别少女的姑娘们 一定是非常喜欢这种的 坐到里面啊 整个它内饰的这种设计风格 包括颜色 其实颜色我特别喜欢 就这种灰蓝色的配色 就会让你坐到车里面 你觉得整个心情特别安静 至少它看起来不乱 另外呢 它这种材质 是这种鸡皮的材料 就整个你触感是非常好的 整个就是高级感这一块 确实是因为这个的材质提升上来的 那作为对女性打造的一款车啊 其实我会很在意放映盘这种大小 其实我觉得这个欧拉好猫 放映盘大小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大 而且它放映盘两侧 这个按键啊 确实太多了 就整个你使用起来上手程度 和学习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再说一下仪表盘啊 它仪表盘呢 分两个主题 一个是经典 一个科技 那现在呢 这个属于科技的主题啊 你看上面有转速速度 然后还有续航里程 包括换挡档位 还有整个驾驶模式 都在上面显示 整个显示的信息 还是非常全的 然后中控屏呢 它两个是连在一块的 也是采用这种连屏的处理 中控屏整个使用起来 这个流畅度 灵敏度 没有问题 然后里面的信息呢 音乐啊电话 包括还有爱奇艺的在线播放 还有抖音短视频 这些都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刷抖音 在这个屏幕上刷 还是大可不必的 我可能更愿意拿手机刷 那中控屏下面呢 空调这种出方口 包括下面的这个物理按键啊 你看这种 都是采用了金属的拨杆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就是它该给你的 这种物理按键都是有的 比如说这种空调 可以通过这个来助理 然后这个手刷的按钮也是可以在这儿 包括这个双闪都是可以通过物理按键来使用 这个我觉得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 总比在屏幕里面去找要好一些 然后下面呢 有两个USB的接口 还有一个12伏的接口 这有一个储物空间 这块可以放两杯水啊 然后这也有一个储物空间 包括中央风手箱 整个的深度啊 我觉得是放一瓶水 这个深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前排的空间啊 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一款 我坐在这儿非常合适 显得我不小的一台车 那整个头部啊 腿部的距离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整个座椅啊 这个舒适程度真的是非常好 是我最近坐的这几款车里面 我觉得对我腰部支撑是最好的一台 非常的软啊 然后整个座椅的承托性和支撑性也非常好 这是前排的表现 我们再去后排看一下 走到后排啊 前排刚才是我的一个比较标准的坐姿 大家看腿部还是很多全然 头部也有很多 所以整个就是无论你是女双开 还是女双坐在后面 这个空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整个座椅啊 腿部的承托性 其实如果放好的话 一个很舒适的坐姿的话 这个这块的承托 我觉得也还好 然后包括整个座椅啊 腰部的支撑性 还有整个的舒适性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前面呢 这有一个USB的接口 然后地台这儿啊 稍微有一点隆起 不过我觉得不太影响 因为没有毕竟没有特别高 这就是整个后排 那今天其实到店里嘛 还是一个静态的体验 那这台车其实动力方面呢 它最大功率是105 最大扭矩是210 然后续航呢 有两个版本可以选 一个是400公里 一个是500公里 大家可以去针对自己的 这个使用场景啊去选 然后今天呢 这个视频就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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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